在讲的话,好厉害啊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加上时代变化,科技进步 很多人在出了校门踏入职场之后 都会想再一次的到学校上课 学习新知识,提升职场机会跟竞争力 创校已经120年的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这几年来为了因应经济快速成长 已经连续六年 开设国际经营管理硕士在此专班 希望能够加入美学的优雅概念 跳脱传统企业学科教学 打造一个结合品牌管理 体验经济 国际企业管理 跟文创设计价值的EMBA 我们会融入博雅教育 还有美学教育 因为未来21世纪 我们认为这些管理人才已经不太一样了 除了要赚钱之外呢 您必须要赚得很优雅 赚得很有气质 那商业气息当然是要 但是也许不要这么浓厚 因为现在消费者其实都很聪明 目前全台湾有好几所大学 都开设了EMBA在职专班 台中教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卫正就说 台中教育大学EMBA在职专班 2018年入选中区经理人 最想就读的前五名 而且校区环境优雅 交通方便 加上学费也相当合理 所以受到很多企业界人士的欢迎 全中部大概就只有台中教育大学的位置 只能是一个在市区中的市区 那学校的环境 一个学校有120年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民生校区的这个行政大楼 是列为历史建物 在日据时起就有的建筑物 台中教育大学EMBA 有国际企业观光管理文创经营 高等教育跟组织管理的学程 聘请许多知名教授跟讲师来授课 也常邀请各界专业人士 杰出校友分享实际又宝贵的经验 安排大家前往海外118个姐妹校交流研习 希望开阔视野轻松快乐学习 增加职场上的优势 因为一开始会来选择念我们EMBA 其实就是在工作上 其实觉得有需要更精进的地方 然后从这边 我们除了一般专业的学术研究上的学习外 我们也学习到很多就是各个产业的知识 老师他们都很用心 而且会用比较浅显的一个方式或者案例 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些包括经济 包括统计 甚至我没有学过会计 但有一些会计的这些概念的话 透过老师他们比较清楚 比较浅浅的一个说明的话 大致上都还能够理解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EMBA 最近正在扩大招生 欢迎有四年以上职场经验的各界人士 踊跃报名 接受两年以上的学成教育 推动台湾的人文经济产业 以终身学习的精神 让企业持续进步繁荣 再创台湾社会跟经济发展的奇迹更高峰 记者丑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但是我们念完呢主要是在30万左右 就可以念